今天你的这身穿着打扮 加在一起大概是多少钱 不用瞒我们 腰带 皮鞋 衬衫 裤子 手表 总共加起来 八万左右 这些钱是自己赚来的 还是爸爸的 我的衣服服装都是我自己买的 家里没什么买的 因为之前也快过去 就是后来感觉 父母都挺不容命的 就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就是只对近迷的日子 也过够了 所以说想过那种稳定的生活 也想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挣钱 自己花 花了开心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燕子姐 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每个月 花一万到两万块钱 然后你可以接受一个 特爱臭美 特爱买衣服 不太花钱的女孩吗 我说我喜欢那我愿意 我不喜欢那我只能不愿意 那好的 小伙子你建议 女朋友的衣柜有多长吗 不建议 其实我挺喜欢女孩 打扮自己的 我完全觉得女孩 就应该对自己好点 但是有个度 我出去领吃饭一瞅 相当个样 小二号二男 是一个小妹灯了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观念 因为我感觉它就像富二代一样 尤其像他刚才说的这个事件 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 地道农村姑娘 然后等她上我家旅游的时候 然后当一块的 开一小吃 车门一下子 我从包园地 挣白包米 除了怕 埋了八台 我打 我来了 反正根本就不是一个 一个档次上的人 并不是说我贬低自己 我想找的就是像化肥医 像那个 尿素一样的男人 就是我在这边板 然后他到那边接我 接完我 我俩一起盘腿搭坐 坐在地头 能捞壳的那种 感谢您的观看